供僚區的胡子山野溪每年防汛期前都會進行勤於作業以確保河道暢通 今天供僚區區長就到現場視察完工狀況 也希望防汛期到來時野溪順利疏通 讓附近居民可以放心 這邊是我們的胡子山的野溪 也是我們供僚地區的一個一鹽水的路段 所以我們經常會在那個就是汛期之前 我們會針對我們那個野溪裡頭的一些樹木雜草 會進行做清除的動作來確保我們通紅的斷面 來確保我們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供僚區長表示 福隆里胡子山野溪一帶是屬於一鹽水地區 因此每年都會有一次的野溪清淤工作 機具加上人力 將許多攀附在擋土牆上的雜草都清除乾淨 確保汛期來臨時地方的生命財產安全有保障 原本的話就是很多樹啊草啊 所以下到雨的時候就很容易積淹水 這樣清開之後就不會有什麼 堆積物造成淤積的現象這樣子 所以對我們這些住戶來說就覺得安全很多這樣 這些清的還不錯啦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個清淤的痕跡 其實我們這樣它的通紅斷面才會出來啦 那這樣它那個將來好水來的時候 那個水流才會順暢 民眾也說之前野溪雜草重生經過清理後真的差很多 也讓附近住戶可以安心 防汛其實減少淹水機會讓排水更加順暢 解成為共聊採訪報導 那如果我們現在是冷藍式的 根本就不用亂了 把上面的設計 我們要先覆蓋 然後如果接下來